開始囉 有嗎? 剛按而已 我們可以比他近一點 我們比他近一點 對啊不然他一個人好孤單 對啊有嗎有嗎有嗎 大家好 快看一下留言 等一下 有嗎?跳出來了嗎? 有人看到我了嗎? 這其實我用到G 欸有有有 什麼?欸你的聲音會進去 有啦有啦 啊我沒看到欸 陳橋的那一根型小姐 嗨 為什麼我這台看不到? 有陳橋的 曾燕翰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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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林菜 鄭佩儀 嗨 大家好 謝小涵說他自己粉絲 真的嗎? 謝謝啦 謝謝謝小涵 好 等大家進來的同時 先讓我照一下鏡子 有沒有很隨性 好啦 現在呢大家看到我這後面 黑鴨鴨的一片 不要誤會 後面不是什麼 有人賞星星啦 誰? 誰這麼好? 好棒 是 我看到了T.T.Huang 謝謝 謝謝黃甜甜 謝謝T.T.Huang 我現在後面呢 這一片黑鴨鴨的 是因為這一片全部都是北橫的山脈 晚上的時候它完全沒有任何的光害 然後連一盞路燈都沒有 所以我們明天早上的時候即將要在這個地方 然後看那個太陽慢慢慢慢慢慢從這個山坡裡面升起這樣子 今天是一個非常好的那個度假之旅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我什麼時候可以享受到這個度假之旅 沒錯 有沒有受寵落盡的感覺 有 舒服 我現在已經開始舒服了 我人生開始 我人生走出我的谷底 走出我的低潮了 各位 我現在開始要翻轉了 可以多曬一點太陽 對對對對對 我終於要從陰間轉回陽間了 然後 對 我們現在我要成為陽光男孩 我們現在正在為新的節目拍攝這個外景當中 然後呢 今天晚上我們是 那個入住在北橫的這個民宿 然後大家看一下這個民宿 民宿超讚的 超美的 大家有看到嗎 欸謝謝黃萱萱 上了50顆星 謝謝黃萱萱 舒請民說早啊 有時差嗎 對啊 你是在美國嗎 謝小涵可以叫你名字嗎 可以 對 然後 他這個民宿 他的那個陽台啊 是一整面的那種大落地窗 所以呢 他有無敵的那個山景 就是你看出去以後是整片 整片的山 就很像一幅那種很大 美術館裡面那種很大的畫 掛在你房間裡面 可是他卻是現實的 整座的山 整座的山 然後我們現在呢 在這個草地上面發現了一個詭異的東西 這個 你知道嗎 是我們 是工作人員嗎 不是啦 還生氣 我是說這個帳篷 這個帳篷不應該出現在這的啊 為什麼不應該 我就會 我就會替 睡這個帳篷的人感到心疼 想說 哇怎麼那麼辛苦 都出來拍攝了 然後哇 對啊 那個人在直播中 對啊 不是你嗎 沒有 不是你嗎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我們待會會猜拳決定 誰要來住這一個 今天晚上會有一個人 享受不到那個無敵 無敵民宿 無敵山景的民宿 好 然後今天 呃 要跟大家預告一件事情 就是明天晚上十點鐘的時候 我們的 明天啊 明天啊 明天 嚇死人喔 你不要嚇我好不好 明天晚上十點鐘的時候呢 我們在那個 Youtube還有我們的粉絲專頁會同步上線 我們現在正在拍的這個新節目 然後呃 明天的那一集我們會出 呃 會去宜蘭 只能先透露給大家說 我們會去宜蘭 然後也是找宜蘭的秘境 然後呢 我會有 當中會有挑戰任務 然後 呃 我們也有 呃 住了一個非常非常屌的 一個露營區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 明天十點鐘的時候準時收看 而且而且而且 而且 明天音樂是這個開播的第一集 所以呢 我們有準備 所以 這個 節目當中的小驚喜要給大家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很仔細的盯著這個 螢幕畫面 因為有可能 有可能 你會發現 那個小驚喜 跟你有關 好 好好喔 嗯 拜託 我本來是隻聲音 欸 你不要講這樣 講那麼難聽好不好 好好聊天 好像也沒有比較好 哈哈哈哈哈哈 好 看到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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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鋅父 還有無君父 還有兩位從新加坡來的朋友 欸 對 這個是Kathleen Kathleen 然後還有Candy 是馬來西亞的朋友 金東賢 好多好友能團聚 對 我們今天有一種畢業旅行的感覺 就是 沒有 或是那種班友的感覺 班友的感覺 對 所以我們都是你的同學嗎 對啊 我們是同學 很樣 我們待會要玩國王遊戲 嘿 超樣的吧 但是是那個 綠標版的 不是黃標版的 大家不用擔心 我們不會脫衣服 大家都說你氣色變好 真的嗎 天啊 變成陽光男孩的關係 真的 哇天啊 氣場有改變了 對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那個 明天晚上10點鐘的時候 可以鎖定我們的第一集的播出 然後呢 如果你錯過的話 也沒關係 我們可以在網路上面 充我們的那個瀏覽 瀏覽率 點閱數 對 隨時都可以 隨時都可以 然後還幫我們分享 好 然後 超級支持 超級支持 謝謝金東賢 沛燕 說叫你一下 好 叫 叫 可以再說一次是什麼節目嗎 剛剛進來沒聽到 明天我們會開播的叫做 等等去哪啦 等等去哪啦 好 然後 是不是因為花了黑夜 沒有 是因為今天 早上八點半就起床了 氣色變很好 隱身哈囉 謝謝啦 好 然後再跟大家聊一下 我們這個新節目呢 其實就是我們會有那個 就像 有很多人就是現在都會拍攝那個Vlog 然後 這一次的新節目呢 其實也是由我 拍攝我平常 如果沒有在錄這個 逃跑吧好兄弟的時候 平常的白天的 生活的那個 生活方式是什麼 這樣子 所以 可能會錄 我們去爬山 然後我們去露營 或是我們去下水這樣子 那現在最近因為天氣越來越熱了吧 所以呢 我們現在也在找那個 就是風景好 然後可以插墜 或者是 呃 可以 開發那些 譬如說野溪啊 插墜是什麼 插墜呢 就是齁 假設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生壇 然後呢 這是一個瀑布 我幫你拿啦 瀑布 對 這邊就有一潭水嘛 對不對 然後這個時候呢 你覺得發現旁邊會有一顆石頭 然後呢 你就可以爬到這個石頭的上面 然後用那個 像跳水學手的那個姿勢 就是 插墜的意思呢 就是你不能這樣子 直直的這樣跳 你必須要這樣子 好難喔 像鯉魚耀龍門這樣子 直直的這樣下去 要克服心中的恐懼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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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nifer 所以你常常跳是不是 呃 就是 我會先看別人跳 別人跳沒事以後 我就會趕著跳 很聰明啦 對 有人說 等等去你心裡可以嗎 唉唷 我被撩到了 我可以送 我可以 我可以給他欣賞嗎 我可以給他欣賞 你說你反倒給他欣賞 對 好啦你改天來台北 我請你吃泡菜 哈哈哈哈哈哈 怎麼那麼誰啊 誰 誰那麼好啊 我整個被撩到 對啊 有一個叫 陳 陳 英文的喔 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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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太羞了 有人問說要不要去 雲仙樂園 雲仙樂園 哇 我大概 可能快20年沒去過了 想去嗎? 想去嗎? 好期待 謝忻姐姐上來 謝忻!謝若韋! 謝忻!謝若韋! 這叫你什麼意思 謝忻一直在那個之前的時候 一直警告我說在 荒郊野外的時候不要叫他的本名 因為他很怕他的 名字會留下什麼 就是在這個地方留下什麼 痕跡足跡這樣子 他說我要去 謝忻要來嗎? 謝忻最近也常常在 那個在露營 然後他還去 謝忻還排了百月 對還不錯還不錯 謝忻有揪我 他說不要一直在無人的地方叫我 這裡很多人 不怕不怕 你說的人是 你說的人是我們吧? 是正常人吧? 是火勝神 嚇死人了 廖皮涵說無法想像新節目的內容 明天看你就知道了 雨忠岳 Eason安壓安安 好的 嘿嘿 欸為什麼我的訊息會比你們跳 跳慢一點啊? 我現在才看到 謝忻的訊息 因為每個人直播 那個 直播的那個 網路不一樣 喔網路不一樣喔 喔 你今天上午去那個 哪裡 不是有拍什麼線動 喔 對對對對對 大家 對對對 大家今天下午有沒有發現 我們粉絲專業 PO了一連串的那些 這個 對 現實動態 然後是網美照 是我拍的喔 對 我拍的喔 大家有覺得好看嗎? 大家可能想說那個女生是誰 其實那個女生是工作人員妹妹啦 然後我們想說 因為她平常喜歡拍一些IG網美照 然後我們讓 Eason來挑戰看看 就是可不可以幫 小網美就是拍出好看的照片 然後我們就覺得 你有很厲害拍了幾張好看的 PO在現實動態給大家投票這樣子 看覺得哪一張是最好看的 結果大家有覺得哪一張最好看嗎? 呃 大家有 就是沒有被我騙到 因為其實我偷偷在四張裡面夾雜一張自己拍的 哈哈哈哈 然後是你個人的自拍照嗎? 沒有 也是我拍他的 然後我本來想說 應該是愛心會最多吧 結果我居然輸了 就是最後一張你拍的是最多的 對 所以如果 因為布丁其實呢 他非常非常的厲害 他也是會非常 那種 就是很像專業攝影師拍出來那種 構圖那一種 所以他一開始的時候有教我 但是我只能說青出於懶 我馬上get到他的那個 融會貫通 對 我馬上get到他的那個ペット 驕傲起來 哈哈 當然 所以如果還沒有去看的 等一下直播結束可以去現實動態看一下 Eason拍的照片 對對對 幫我看一下 對看一下 對 去看一下如果那個是男友視角的話 你覺得拍的歐不OK 對 因為Eason今天就是處在偽男友的狀態 想要幫另外一半設計好的行程 然後拍美照這樣子 沒錯 嗯哼 有人問說那女生是Eason的行嗎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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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媽媽在這欸 這個啊 這個媽媽在這我們當然要說就是 我行啦 啊啊啊啊啊 主管出來刺死了 不好意思 差點又要噴出什麼那種可怕的話 這樣子 人家因為那個 姊媽今天 婷婷姐今天也有一起到現場 這樣子全程監督算是 第一天約會就直接見了丈夫娘的 那種概念 對 我覺得好像古代齁 第一天有沒有就 好像要拜見父母那種感覺 國民月母 國民月母 而且那個婷婷姐真的非常 完全看不出來是那個 母女的關係真的看起來像姊妹 所以 等到這個我們 今天的這個節目內容到時候也會在 同樣在YTE 然後在Facebook會首播 對對對所以我們一個禮拜 跟一次嘛 我們週更 我們一個禮拜會推出一集新的 所以大家鎖定 這個應該是在第四個禮拜 新節目會介紹適合旅行的地方 會會會會會會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那個 我平常就是因為要消除一些 這個身上的鬼屋的晦氣 所以我白天的時候我都會找 各個台灣各個地方 就是好玩的地方去旅行 然後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 呃現在沒有辦法出國玩 就在就在台灣玩這樣 那也因為這樣子呢就開發了很多台灣 好玩的好玩的地方或者是 風景真的非常好的地方 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看我們的節目 然後對如果你出不了門 沒關係就看我們節目 那如果你在台灣 然後你可以呃有假日的話 也可以去我們去過的那些地方 是真的好 真心推薦 像首播的第一集那個露營區 但我實在是有點擔心 我很怕播出了以後 它就變得很熱門 然後之後就會變得 第一集還沒有到那邊喔 第二集 第二集大家期待第二集 我其實是很怕我們一播出去以後 以後那邊就變得很難定位了 對 欸有人欣賞了 美人間 喔笑人間 笑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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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美人間吧 對對對不好意思 比戲眼鏡的度數不夠 不夠 剛剛你也欣賞了50顆星 喔謝謝 謝謝 我們剛剛才在討論美人間在哪裡 對笑人間就去賞心的時刻 笑人間 節目會在電視播出嗎 目前不會喔 目前不會 所以鎖定網路 鎖定網路 鎖定網路 網路就看得到 人家一直問說 真真娜娜會不會出現 欸 有機會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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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如果說 但是因為剛剛有人說 離開真真以後 晦氣少了一半 所以 所以一直真真的問題 對 所以就是 意思是說 離開他以後 我們就是 大家的命格都會變好 阿不然就是 心心賞起來啦 如果想要 那個真真娜娜出現的話 心心賞起來 心心賞起來 那就有可能會出現囉 嗯 我們可能要再多乘一下製作分 哈哈哈哈 白兵 所以心心賞要多一點嘛 對 好喔 給大家看一下環境 嗯 那你自己出去外面旅遊的時候 你住宿會 嗯 特別注意 什麼要點是你最會 就是 在意的 其實我覺得 像我自己在意的話 景觀就是很重要的一個點 因為我就覺得說 出來住了 你就要感受跟家裡不一樣的那個 看 對 看家裡看不到的 看家裡看不到的那個景色 這樣子 對 然後 那你比較喜歡去山 看山景還是去海景 海景 我的話 其實都可以耶 因為 山景海景看起來 對啊 都很心曠生意啊 謝謝黃萱萱 可以 謝謝黃萱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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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景海景 夜景 然後 各種景都可以 如果你家 開民宿的話 懷疑 懷疑跟我們聯絡 我就會去住了 對 我家談笑 對對對 某阿波緊的就先不要 謝忻也說 真真沒關係 Eason在就好 欸 謝若韋 謝若韋 你好美 你好 哈哈 現在直接在直播告白了 對對對 好的 有一個人 留言實在是太好笑 他說什麼 什麼時候會拍到鬼 哈哈 哈哈哈哈 呸呸呸呸 呸呸呸呸 不要 不要 我們不想現場的人 都不想看到 對啊 我們不想看到 好嗎 還有比較壞的 說 揪真真直播 把他丟到深山裡感應 很壞 謝謝 HandClear賞了100顆星 謝謝 謝謝 HandClear HandClear 看到了 哈哈 哈哈 緊張喔 來自新加坡的粉絲 呵呵 因為深針把他丟 對 剛剛有人說把真的 是氣死嗎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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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死了 有一個人為了看直播 下雨天趕巴士 真的喔 謝謝 謝謝 喔 我看到了 沛夜10 沛夜10 對 哇 哪裡在下雨啊 可能是那個吧 蛤 蛤 蛤 我們這裡天氣超好的耶 超壞耶 我們這裡真的天氣超好的耶 剛剛下午的時候還有起一點霧 然後你就覺得好像在國畫裡面耶 你就覺得哇那種三鸾之間 感覺好像神仙要出沒了 謝謝喬恩 謝謝你們的祝福 謝謝 對 謝忻問說要不要去哈遊戲 哈遊戲 我們哈遊戲 我們查一下 好 查一下 有人問說你還會怕滷肉飯嗎 他以前小時候 準時收看你們說可是 欸欸欸欸欸欸 哇他很了解我耶 我現在就是稍微有改善一點 如果我洗完澡的話 我就不會害怕 啊如果 還沒洗澡的時候 什麼意思 就是 洗完澡以後 你就覺得全身精神飽滿 然後就好 對我有面 我有辦法就是 克服他 就跟他戰鬥這樣子 但是如果那天已經開始流汗 然後又很累什麼什麼 再來一碗滷肉飯 我直接崩潰 我直接崩潰 我們回去煮一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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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來煮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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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請你煮肉飯 然後吃掉 太過分了 太過分了 不行不行 欸 Ryan 呃 Ker Hwang 好 我看到了 呃 黃信昌 謝謝 謝謝 好的 好 好 再跟大家 那個提醒一下 最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明天晚上 十點鐘的時候 不管你是在YouTube上面 或是你在我們的粉絲專頁上面 十點鐘 同步上線 我們等等去哪啦 第一集 然後要注意 自己有沒有出現在節目當中 小驚喜喔 好 OK 那這邊差不多囉 我們待會要繼續錄影了 沒錯 然後還有 到底是誰要住帳篷呢 對 誰呢 猜猜喔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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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期待 請期待 好 然後謝謝剛剛有賞心的粉絲朋友 謝謝大家有跟我聊天打招呼的朋友 好 那我們先這樣囉 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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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